翻開各大媒體 關於國軍新聞的留言區 我通常已經準備好看到血流成河的常態 對國軍的謾罵聲此起彼落 在這個立法委員對其他人丟豬肝都可以增加選票的國度 這樣的溝通方式好像已經成為常態 似乎台灣媒體總是拿國家軍人當作炒作的話題 對比一下不管是中國部隊或是美軍的部隊的留言區 可以說是欣欣向榮 戰身一片中國美國各贏兩次 然而台灣這樣的情況很有可能成為壓垮中華民國國防的最後一根稻草 會是瓦解台灣最簡單同時也是最有效率的手段 只是你我都完全不知 這有可能會是最細思極恐的一集 請大家好好品嘗 如果有人問你國軍最大的假想敵是誰 大多數的人肯定會回答是解放軍 畢竟國共內戰從來沒有正式結束 俄國和烏克蘭戰爭打到現在 也大致確定俄國將不再是美國重點關注的對象 而這時世界上最有可能打第三次世界大戰的 就是東亞的怪物芬芳 台灣剛好就在這一切的正中央 然而對我來說國軍現在最大的威脅還是來自於內部 你說烏俄戰爭為什麼戰力排名差距十萬八千里的烏克蘭 可以打了一整年還越戰越勇 其實最核心的原因還是因為軍民一體 這跟以色列為什麼可以戰無不勝 原因在於國家本身的相信力十足 然而台灣呢? 中華民國國民團結嗎? 你看光是我上一句話如果出現在政治版 就可以因為這幾個字炒成一團 但這都不是重點 重點是在現在的國際情勢下 台灣並沒有內耗的資格 我很少在評論區或是在路上看到國軍部隊 民眾跟職業軍人說一聲辛苦了或是說一聲謝謝 我們都看過令人覺得反感的激進愛國教育 但是沒有愛國教育的國家很難會有強大的韌性 去抵抗來自外來的入侵 似乎以往深根底固的愛國信念至今早已蕩然無存 美國如果有人被發現叛國 洩漏軍事機密到敵方陣營 民眾普遍的反應會是對當事者的批判 而不是連作罰直接攻擊整個部隊的軍紀煥散 然而在台灣受過知名台灣媒體的家有天簇的報導之後 基本上留言區滿滿的對國軍的謾罵 如果你討厭當兵時的連作罰 那我們同樣的再用我們討厭的連作罰 去攻擊所有的職業軍人 當你提出很棒的改進方式 然而開頭卻是國軍就是爛啦 你覺得國軍高層會聽得進去嗎 簡單舉個例子 今天陸軍部隊在演習時在狹窄的橋上翻車 戰車翻覆掉入河中 你覺得留言罵國軍訓練鬆散的人多 還是檢討國軍是否經費不足 人員培訓計畫不夠完善 是不是車輛過於老舊機械故障 罵人有什麼難的 但是罵了然後呢 台灣不管是政府和民間 普遍不關心事後的處理 只希望當下給個結論 敲碗要看整個事件的懶人包 在最快的時間內進入留言區戰場 然後呢 事情還是一樣沒有處理 漢宮32演習當時翻覆的是現役主戰車 CM11 M48的引進最早可以追溯到1970年 1988年經過改裝之後出產的CM11 直到現在都已經34年 如果以車體的年齡來看 要說這輛車有50年的車齡其實一點不過分 開過戰車的都知道 並不是自小客車可以說轉彎就轉彎 陸軍裝備的妥善率 人員訓練不足 配上戰車原本視野就很差 演習到一半翻車我並不是很意外 追根究底的原因還是經費不夠 沒有錢買新戰車 只願意薪水低 僵化體制下砸事一堆 沒有人願意當職業軍人 後勤保證的經費也不足 叫料常常叫不到 高裝檢的時候只能拼幾台車出來給長官視察 所以明明可以把稅收超收的部分拿去還債或是補貼軍費 但是執政黨以及人民還是開開心心的把6000塊拿在手裡好不快樂 職業軍人與義務一部隊並不一樣 職業軍人除了考慮保衛國家之外 同時也要考慮養家糊口 考慮未來的職業規劃 在國民不認同薪水不給力的情況下 到底誰要去當職業軍人 最近也常常發生在國道上戰甲車與民車擦撞的事故 這我也不是很意外 而且我覺得還是好事 原因很簡單 近期國軍部隊到營區外做移防的訓練量增加不少 不只可以讓各級官兵更了解作戰時要如何在營區外面激動 也可以讓民眾更了解並且習慣軍人就是需要演訓 看到軍人辛苦的訓練才會更諒解軍人的辛苦 而且真要說哪個國家訓練不出差錯的 演習四同作戰 強度越高頻率越高出事機率就越大 你能保證你上班都不出差錯嗎 更何況很多時候出車禍還是民眾的問題 運車視野不好這應該是常識 就算不了解大車視線死角較多的問題 大車體積較大轉彎或是切換車道所需要的空間 都比轎車大許多 這應該是常識中的常識 如果連這個都不知道 那我真的蠻確定這個駕照就是雞腿換的 目前國軍的新訓部隊因為人力嚴重不足 很多我們認為可以有效提升戰力的訓練 其實經費是完全跟不上的 例如很多人抱怨沒有什麼用的刺槍術 卻很有可能是目前國軍唯一可以做的訓練 原因在於目前的教育班長一次要帶接近兩個牌的新兵訓練 對於高強度的射擊訓練TCCC城鎮作戰或是500障礙 你可以想像兩個教育班長交一整個連坐500障礙是什麼感覺嗎 人力的嚴重不足限制了基層官兵在訓練上的靈活度 嚴重的影響到部隊的改革 更不用說場地上的限制 要做新的射擊訓練以及TCCC 目前國軍的場地都嚴重不足 而開發新的場地就會需要跟民眾協商 大家都不想要住在靶場旁邊 所以並不是簡單的砸錢就可以蓋出來 另一個嚴重的問題是台灣普遍高中畢業生 或是大學畢業生的體能基礎非常差勁 國軍在遊民轉兵的過程中 需要花大量的時間把大家的基礎體能拉上來 許多新兵又有能混則混 能閃則閃的心態 讓練兵的這個過程難度更高 頭髮扭到都可以掛紅避章規避訓練 仔細想想其實真的蠻恐怖的 目前的義務役徵兵 在初期就會先淘汰掉 體能較差的國民大約20% 也就是說入伍服役的 都是80%體能較好的義男 然而這些義男的體能水平 還是非常差勁 差勁到國軍的體能標準 會給教育班長很大的壓力 然而訓練強度提高就很容易會有新兵受傷 國軍又被罵了臭頭 追根究底還是回到台灣的教育制度過於偏科 並以考試為最終的評斷 以為學生的能力 就算學生很愛運動 很愛打籃球 看看哪一位家長會跟高三考生說 你念書不要念太久喔 大學考不好沒關係 但是要多運動保持身體健康 有也是極少數 這讓義男的體能狀況非常差 大多數沒有辦法接受高強度的訓練 在現在的社會氛圍下體育課大概是家長最不重視的課程 但卻附帶的嚴重影響到義務役部隊的訓練 當然我相信家長也不太在乎義務役是否認真訓練就是了 接下來是部隊的靈活性 這邊指的靈活性並不是戰術運用 而是改革的效率 在這方面陸軍可以說是首當其衝 因為在兩蔣時期還抱有反攻大陸的設想 所以還維持龐大的陸軍體制 就算到後期的裁軍 因為陸軍的將官數量眾多 要把資源集中到更為重要的海空軍就變得難度很高 然而民眾對於軍隊的認識 大多來自於從軍實戰陸軍的經驗 畢竟絕大多數的義務役都是去陸軍服役 所以就算空軍訓練上有多先進 特戰部隊早已與美軍同等 一般民眾還是很難接觸到 這就代表陸軍的形象決定國軍的形象 那陸軍的形象好嗎? 嗯...不好說 也許上位者多數人停留在舊遊思維 導致新觀念無法與時俱進 也是因素之一 陸軍因為軍費不足 觀念老舊 與外國部隊合作交流的機會較少 同時為所有軍種裡面人數最多 需要照顧最多義務役的單位 所以人力資源也完全不夠 導致要做大規模的改革難度很高 就講一個很簡單的描劇使用 這邊還不是說夜視鏡 是非常基本的光學描劇 我相信很多義務役進去連看都沒有看過 更不用講學怎麼使用 而就算是職業軍人 我相信也有很多人也不常用 明明有很多現成廠商可以外購 卻硬要由自家裝科用研發 付出令人匪夷所思的高成本 卻又得不到相對應的品質成品 戰鬥各裝還未使用 就已經出現脫線破損的情況 不是很確定台灣是否真實尊重軍人的生命 就連表演性質的演習 絕大多數的機部單位 只有裝故人院的彈殼收集器 德國G-36、澳大利亞的AUG都是自帶描劇 美軍則是以戰術滑軌加裝ACOT以及其他瞄準鏡 E-51的裝備爛我可以理解 畢竟人數眾多也不是一線部隊 但是之前國軍精英中的精英 航特部下令不准自購描劇 不准自購裝備就非常荒謬 更搞笑的是居然還有長官下令彈夾帶 跟身上配件要統一位置 而國軍的說法更是有趣 海軍司令部指出軍方每年都會編列預算 採購裝備 在發放新的裝備之前 官兵不移自購裝備 但問題就是國軍的速度非常非常緩慢 效果材質也是堪憂 美軍配發瞄準進到基層部隊 已經有二十到三十年的時間 而國軍很多入伍弟兄 拿不到正常的裝備 申請更換等到退伍之前都還沒有拿到 如果軍方發的裝備很不錯 符合部隊需求 有誰會自己花大錢去升級裝備 升級之後還要被罵 你有聽過公車司機上班前要花十幾萬 修公車冷氣的嗎? 國防部還強調 國軍官兵對軍中武器裝備的創新意見或是建言 國防部均予以重視 沒有你沒有予以重視 不誇張 我入伍的第一週 我們排長就直接跟我們講 你敢打1985試試看 上報之後回來還是我處理 看我怎麼弄爆你 我整個就是滿頭問號 這到底是機制有問題還是排長有問題 更不用說神奇的各種小卡 根本就是假資料的溫床 只是增加基層部隊負擔的面子工程 真的不需要 而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這只是冰山一角 這樣的國軍高層要怎麼讓基層官兵對部隊會有榮譽感 近期國軍的改革成效有慢慢出來 訓練的靈活度有慢慢改善 同時美軍也準備派遣200位軍官來台受訓 許多基層官兵以及高級長官也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 這些問題都有機會慢慢改善 只是目前看起來改善的速度還是有在加強 除此之外就算到今天陸軍還是非常流行迷之連作法 隔壁的鄰兵偷抽煙全連禁駕 所以我說他抽煙關我什麼事 請問各位長官是覺得我們會在休息的時候跟他聊聊 請他下次多注意一點嗎 並沒有 我們這寢室的好鄰兵們 晚上就拿著掃具去跟那位同胞溝通溝通 這有比較好嗎 我們連再也沒有團結起來 我說的這些問題 在世界各地中的部隊中或多或少都有類似的問題 但是因為我們是徵兵制 所以這些問題很容易在民間傳開來 美軍也有基層官兵雜事太多的問題 但是講難聽一點 美軍有錢也有人 國軍沒有這種優偶的環境 要改革就需要盡快 總結來說 我覺得台灣目前的狀況已經不能用惡劣或是嚴苛來輕鬆帶過 除了大家知道嚴峻的國際情勢 以及左岸鄰居的蠢蠢欲動之外 部隊和民眾之間的關係需要花幾十年的時間來修復 而這會需要政府、軍方高層以及人民三方面的互相合作 任何一方擺爛要有成效都會很困難 而你可能會問軍方把事情做好 民眾的支持很重要嗎 在一個民主國家這其實比你想像的重要的多 首先是軍費 人民對軍隊有好感 選出來的立法委員才會支持增加軍費改善部隊的狀況 再來是人才 現在的台灣家長有多少人會推薦自己的小孩去從軍 我相信也是少數中的少數 除了待遇並不是特別突出之外 就是這幾十年來國軍的形象遭受重創 入武從軍對很多人來說並不是一件榮譽的事 身為一個徵兵國家 軍中的迫事人民都會親身體驗 所以基層部隊的問題沒有辦法很輕鬆地藏起來 國軍在招募這塊 執行人員素質參差不齊 無人統合的情況下 也導致各軍種相互惡性競爭 為了成效詆毀友軍及重傷相同執行人員也不罕見 更有聽說新訓中心只有幾個特定單位 可以對易南進行從軍宣導 進而讓易南無法全然了解到所有單位的情況下 而投身軍旅走向一個惡性的循環 以上都是我夢到了 如果有任何你覺得可以改善軍民關係的方式 歡迎在底下留言 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邊 我們是DBS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